从2月9日开始,一场应收尽收的抗议总共战正在武汉全面打响。 在这场总共战中,社区排查是第一道关口。 2月10日下午,记者来到武汉市汉江区新华街驱水楼社区, 该社区有居民5000人左右,分散是小区多,很难做到完全封闭。 防控主要靠社区干部宣传,开展排查。 该社区书记赵青接受记者采访时称, 自武汉开展四类人员分类集中管理以来, 社区14名工作者每日定时查看辖区空巢老人和发热居民, 及时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生活所需,对每位居民如数加珍。 连续10个多日夜,赵青和同事们的手机24小时在线。 赵青说,不少居民出现症状后第一时间向他报告, 自己绝不会让手机没电。 每天呢,几晚几晚开始通话了, 可以喊都不听了,不喊,不听的, 我得听的时间,你能够搭进来,我都是乐先了, 乐先电话,你看我的通话机了,我得消息的。 我这么在晚上,只要过了三点钟, 能够不接的电话,对于我来说, 我就觉得是满行运的一件事情,因为我可以睡一会。 当然我不能关机,我的手机三十小时开的是不能关机的, 谁是有电话,你谁是交集,因为别人肯定是碰到满危机的事情才能找你, 你不能关。 所以我绝对是报纸电话长通,你绝对不会让手机妈的电。 赵青告诉记者,自己家里还有一个上高一的孩子, 已经十多天没有见面,现在自己住在酒店, 一是为了离社区近点, 二是为了主动跟家人隔离。 目前,在武汉市15个城区,已有17,759名党员干部, 全覆盖联系包保社区,市区共有34,000名干部职工下沉到社区。 据了解,从2月9号上午开始, 武汉市再动员全力推进全市1100多个社区的危重病人收治, 疑似患者隔离,核酸检测三清零工作, 将排查出的所有确诊患者,疑似患者全部集中收治, 分类隔离,确保落实到位, 做到应收尽收,应诊尽诊,确保不漏一人。 所以我们大概就像自己心里打三盘样的, 那些位置不对头,哪个人需要我们关起来啊, 我们就会,我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摸拍一遍, 我的残疾人都是增上,老年人单独的组织的, 我都摸拍一遍,那些有我们的症状, 我们都已经明显登级了, 就算说实啊,尽到自己的心, 我能够摸拍的,我肯定把它摸拍到尾, 证据是不留事故。